本期话题 印度不够吃什么药比较好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印度不够 我们说还是勃起功能障碍的一种表现 那么勃起功能障碍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它要寻找出来病因的 比如年轻人的话 大多数是心理原型的原因 那么对于比如说 这个成年男性 尤其中老年 我们大多数它是气质性的原因 那么比如心理性的原因 那么年轻人比如性生活缺乏经验 包括性知识不足 包括双方配合度不够的情况下 那么经常会造成一些失败 第一个来说 当然我们希望做一些心理促导 要给病人进行一些指导和教育 尤其已婚的 我们要进行夫妻的指导和教育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必要性的 这个药物治疗的 比如药物治疗 比如咱们常用的PDE物 抑制剂 将外可吸爱力 那对于气质性的 比如我们说年龄 老龄化 包括我们一些 比如说慢性的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那对于这些病人来说 我们从而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的 但是这时候来说呢 我们需要 首先来说要控制原发疾病 对吧 还有很多人 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 那我们肯定要 纠正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完了 我们再针对一些 这个药物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